听得懂吗 我们再做一个小小动作 就是 这个 地图 请把这个值 我先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把 一亿以下的 先过滤掉 所以请这个值 值 请改成 大于 一亿 好不好 一亿 然后套用筛选 对不起 从台这个地方 对 是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 里面的值 要设成 大于 一亿 一后面接 八个零 然后 套用筛选 哇 这样连美国都不见了 有了 美国跑到右边去了 因为它是一个360度的地图 可以吗 因为真的 真的 你 没必要 主管在那边看那些小的点 主要这边呈现的就是什么 日本 韩国 然后 中国大陆 欧盟为什么会在这边 还有东邪十国 那变成那个 好像是 好像那个 什么 不晓得 反正 你也可以把欧盟 过滤掉 可以吗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就是在做这张表格的前几名 的呈现 对不对 这题目给你参考了 那 我接下来就把地图缩小 好 既然已经画到地图了 既然已经画到地图了 请问 地图是不是也应该要设标题 所以麻烦请针对地图的设定格式 格式 标题 标题 在一般 标题 麻烦请把文字改成 就是进口 进口 依赖 国 统计 自行 a little break 然后文字是白色 标题是 背景是深蓝色 刚刚 我因为都有加边框 所以我会在格式里面 把 一般 效果的 边框 打勾 阴影打勾 好 反正我基本会做的事情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请问一下 我教你一个很棒的功能 你看 我现在游标 我现在要教你的是复制格式 就word 以上都有复制格式 那统计图表也有 所以请点这个个年 对 可是我都已经设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做下一张图好了 例如说好了 这个个年进口统计 对不对 个年进口统计 复制格式 贴到 贴到这一张表格 贴上 你应该会感觉 就是这一张射了什么 这一张就会射什么 好 这就是复制格式 等一下我们再去讲 好吧 否则你这边看不太出来 它的一个修改 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叫做 同期比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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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